今天要開始是風雲變色趴 這個禮拜七後變化真的非常快 一不小心就成了落湯機 所以出門記得要多帶把雨傘 而來看看各國的選情 也是風雲變色 說風是風 說雨就是雨 我們來看看出現哪些變化 首先來看到在美國這邊 辯論會上大家看到 哇 怎麼回事呢 拜登思緒有這麼不連貫 真的有所謂的失智危機嗎 那麼現在幻燈的風潮又再起了 到底會陷入多大的一個風暴呢 那麼另一方面來看 這大家也很緊張了 這是在英國這邊的執政黨的民調 大幅下滑 第一政黨會變成第三政黨嗎 這裡頭的危機又是有多大呢 另外倒台危機也發生在法國 據說法國恐怕會陷入一個深淵 一個耗損 一個無止境的內耗 甚至包括歐盟也會有危機 這個洞又有多大呢 那麼當然來看看我們鄰近的中國 各式各樣的目前的財務的狀況 持續在引爆當中 那麼資產荒野在發生當中 債券殖利率一直瘋狂的下滑 所有的錢都湧入了債市 這裡面有隱藏多大的危機呢 當然危機當中也出現一些轉機 從這一些選情的風暴裡頭 有哪些受惠的股票 甚至投資的機會呢 待會報告立在 馬上介紹我們今天現場來賓了 這邊是轉舵區 我們美共和黨前亞太區的主席 Ross 歡迎 大家好 我們雲科大財務金融系教授 鄭哲平 歡迎 鄭老師 大家好 政治評論家桑普 歡迎 欣穎好 大家好 波雲見日區 資深分析師尤明哥 歡迎 聽來賓 大家好 資深分析師邵宣 歡迎 欣穎好 大家好 我們首先來看到 美國總統的首場辯論會已經舉行了 本來大家想說拜登應該可以扳回一層吧 不過在看很多人捏了把冷汗 我說我到底看到了什麼 拜登到底怎麼回事 感覺他好像狀況還蠻多的 頻頻被川普打擊 那麼大家現在認為 川普的民調往上走 透過這次辯論會之後 我們先舉牌表態一下好不好 你覺得川普真的贏定了嗎 yes or no 請舉牌 川普勝了嗎 兩個人說就是他了 然後三位還在看 Ross 美國代表 你還在看 目前還有一點早說川普會贏定了 為什麼呢 因為你投票日還有四個月的時間 四個月時間之內不知道會有什麼樣的變化 或突然發生什麼事情 但是當然拜登在辯論會的表現 不利於他的當選 OK 就辯論會的確表現不好 但四個月會發生很多沒想到的事 但川普你說就是川普了 雖然選舉從來沒有贏定了 但是川普勝算極高了 那現在你看到CNN的民調是49比43 哈佛的民調是47比41 就是川普占有6% 都超過那個誤差範圍 七到搖擺州的民調 就是川普大致上領先 主流的媒體都呼籲拜登退選 那民主黨也是陷入換人不換人的危機 除非拜登自己願意退 那否則的話很難說說服有其他的候選人願意參選 那現在看來他退的機會其實不大 那白宮知情人也透露一年半以來 18個月以來拜登是認知衰退 那這個情況真的假的要有待證實 川普的最高法院的勝訴 就公務行為有絕對的豁免權 也打了一個強心針 我相信如果川普當政的話 台灣呢 以加強國防等支出 換取更大程度的確定 穩定跟承諾 OK 你覺得這個是川普勝算很大 這一場被封為是現代史上最糟糕的總統辯論會 大家看了之後很多人看傻眼 到底怎麼一回事 民主黨現在陷入失智危機了嗎 讓我們一起來看 那麼這拜登的表現 大家說要不要換燈呢 你覺得機率有多大 很大很大 首先必須要說 我本來以為拜登不會尋求連任 我以為他早就會退選 早就該退休了 我一直認為他今年大概3月4月份就會退選 讓別人來接棒 結果我是錯了他 他堅持要參選到底了 但是的確有最近幾天的新聞 說他已經開始跟內部人員 不管是在選舉總部或在白宮甚至跟他太太 Joe Biden已經開始討論他該不該退選 如果要退選的話會有什麼樣的好處 至少會刺激民主黨是失智 我們剛剛有討論到那麼多民調已經顯示川普領先5% 6% 不管是全國的民調或壓白州的民調 川普明顯明顯領先 所以或許如果換燈的話 這個民調會對民主黨來說會有一點點的改進 他為什麼會退選要看壓力是來自於哪裡 第一有媒體的壓力 第二是有選民的壓力 但是我可能認為最重要的壓力是來自於民主黨大卡 什麼是所謂的民主黨大卡 第一是政治人物 譬如說歐巴馬前總統或佩洛西前一戰 對 如果他們直接跟拜登說你要退選 他不得不退選 那另外壓力會來自於哪裡 那就是捐款的企業大老闆 如果這些人說你繼續參選的話 我們不會再捐款給你的企選中部 他就不得不退選 OK 所以現在關鍵是在於 他自己內部的考量 跟這些大卡是不是準備表態了 那你覺得機會很大 很大 很大 而且一天壓力會越來越大 OK 謝謝Ross 我們看現在目前反映說 32%的民主黨就說 他現在表現節節八八 大家很擔心 那59%的人認為他年紀太大 本來就不適合在政府工作 鄭老師你的看法呢 我的看法是比較有保留一些 我先說一下 我覺得這樣 就是拜登到底他的衰退是多嚴重 我們現在知道他記憶衰退 認知衰退 但是他是不是像得到阿斯海默症 或者巴克林森抵禮時 那種下墜是非常直接而巨大的 另外一個我們看到現在 什麼人在勸他退 他自己本身很篤定 但是現在在勸退的人都是 比較次要的 或者說非核心的 比如說幾家媒體 比如說有兩位的參議員 比如說有一些金主 有一些匿名的助理 但是你看他最核心的人士是怎麼看 就是他的老婆吉爾 目前還是非常挺他的 前總統歐巴馬挺他 然後柯林森到目前為止並沒有參衰他 參院的領袖 眾院的領袖 整個選委會核心的人 還有他他旁邊的核心幕僚 目前都沒有鬆動 還沒有鬆動 對 但是我覺得因為媒體很注意這件事情 所以這個媒體的熱度還是一直上來 所以未來的幾天到一個禮拜還是關鍵 所以目前為止我們還難以判斷 OK 因為精神身體的情況也可能會改變 如果他不是得到阿姿海默症 如果他不是得到 Parkinson disease 年長的人記憶總是有一些不太好 反應不夠快 但是不一定會影響到他做重大的判斷 尤其是集體判斷的時候 他不會那麼的離譜 OK 所以大家可能會再給他一次機會 我們來看一下 那麼最近任意也發佈了一個報告 根據這兩個人的政策提出了拜登連任概念股 跟川普完勝概念股 對我們台灣的影響會議是有多大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我們幫大家整理一下懶人包 再拉回股市一下 你可以看到其實說在辯論會前 拜登的勝選機率其實還算蠻高的 對 是掉好多 對 但是吵架完 兩個吵架完之後 一個結巴之後 其實川普截止到6月底 其實他的勝選機率來到過半以上 而且是基本上是碾壓著拜登 基本上是這樣 再來的話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我認為最重要的應該是這裡 就是說現在才來到第一次的辯論會 後面還有提名 兩次的提名 再來加上什麼呢 最後一次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最後一次的辯論會 再來就選舉了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在中間對戰期間 股市比較擔心的是一些不確定性 對 不確定性就是 誰的民調又上來一點點 其實股市就會風吹草動 就像上書大人一樣 風往哪吹就往哪倒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重要點是看哪裡 搖擺州的支持 目前來看的話 川普跟拜登的話 他們目前的支持度 基本上川普是 還是贏的 對 基本上是全面碾壓拜登 所以我覺得搖擺州的話 得到他們的支持 基本上對於說後續的選情來講 就是一大助力 再來的話我們幫大家整理一下 就是說川普完勝跟拜登 連任的概念股 因為你可以看到其實 從那個時候6月27號辯論會之後 民主黨就是拜登的概念股 綠能 然後基礎建設就是電動車這些 以及一些半導體跟一些相關的 他的收費股就接連的往下挫 對 接連的往下挫 所以其實這個的話是有機會去影響 就是說誰的民調往上攀升 就會去影響相關的大型的股票 相關的社會概念股 因為你可以看到川普其實 一個是支持 川普是支持原油 石油 拜登是支持綠色能源 一個傳統能源 一個綠色能源 再來的話 第二個就是說其實提高關稅這一塊 提高關稅這一塊 其實華爾街來講 是未來通膨可能會潮標一些風險 所以大家趕快轉去什麼 轉去防守型的資產 你可以看到其實去想一下 如果我說提高關稅 真的提高關稅的話 大眾物資或是說進口的商品 價格會提升 會推升通膨 這個是我認同的 跟我們現在的方向又不一樣了 對 沒有錯 但是你去想一下 因為他的關稅是這樣的 他是一個月或是半年或是一年 提升一次20% 30%而已 他不會說我一個月提升20% 下個月來提升30% 不會把通膨一直往上推升 所以我認為通膨推升一次 就是到那邊震盪 就不會再繼續往上推升了 所以通膨這一塊的話 我認為還有一點懸念 再來的話其實不管誰上任 那會說好的降息又沒了 不會 其實後面我們下一年 來繼續幫大家講 其實後面你看 受惠幹電股其實唯一有共同點 就是半導體的發展 所以我覺得半導體的發展 還有忘記去推升股市往上攻高 那我們有聽過一句話叫什麼呢 空投一年多投三年 對不對 其實你看到近十幾二十年以來 都是圍繞了這個邏輯走 其實最主要就是一樣 我們從2022 2023到今年 我們來想一下 多投的第一年基本上是2023 對不對 AI有想像空間 所以亂漲 對不對 再來的話多投的第二年開始 景氣開始復甦了 真正開始有吃到一些訂單 營收開始往上推升 再搭配去年的低基期 所以你可以看到YOY年增率 都是幾百%幾百%在跳升 所以又會再推動股市 那第三年的話 你可以看到 如果AI沒有泡沫的情況下 繼續的從硬體變成軟體 又再繼續在動營收 然後出現轉股性的改變 像GB200 對像GB200 讓鴻海出現轉股性的改變 所以說其實鴻海現在200 大家覺得說蠻合理的 所以就是這種概念的話 會再繼續的推升股市 繼續往上的攻高 所以現在來看的話 基本上才走完上半場 下半場還有戲 所以結論是美國選舉不影響 我們台股的多頭氣勢 對 對於整個半導體來講 對於整個股市的多頭氣勢來講 還是有望的 至於說剛剛後面講的 會不會降息我們下一個 繼續看下去 待會再揭曉 謝謝少軒 我們又來看到英國的部分 英國的執政黨 保守黨民調大幅下滑 5月的時候地方選舉已經踩敗了 從第一政黨淪為第三大黨 而且面臨是200年來最可怕的慘敗 現在的狀況 各位 現在全球關注的大選 英國就是一個焦點 我們先看一下英國的大選 那我們看他為什麼會這麼的蜀目 首先看到是全球經濟這幾年惡化 實際上歐洲大概是1990年之後 歐洲經濟就沒有好過 然後2022年 俄乌戰爭之後 英國的經濟非常糟 幾乎是歐洲最糟的 然後14年的執政 歷經五個首相 前面的凱麥隆跟梅伊不錯 後面的三位都非常的短命 那你可以看到這個剛有說 就是物價高漲 經濟成長低 2020年脫歐之後就已經很糟 2022年歐物戰爭之後更糟 那蘇納克一上台呢 基本上就是一個非常弱勢的一個首相 那他裡面那個派系群雄並去 所以他基本上是一個很軟的一個首相 然後你可以看到就因為這個結果已經出來 我們大體上看起來就是說 這個就是下議院的這個改革大選呢 我們基本上看到工黨基本上是大勝的 基本上是大勝的 那我們看一下英國的這個政治結構 跟歐洲其他的德國 法國 義大利 不太一樣的是 那英國是民主政治的起源 是自由主義的起源 所以基本上他的左派並不是很盛行 那工黨勉強說起來是溫和性的左派 那其他都是自由主義或保守主義的 那基本上你可以看到 這裡面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是 就是當別的國家右派都非常的做大的時候 在英國有一個右派叫做英國改革黨 對 英國改革黨裡面他是極右的 但是他的影響力是沒辦法跟法國 或跟德國或跟荷蘭來比的 所以也就是說保守黨呢 應該是至少在未來十幾年 因為英國歷史上面工黨跟保守黨的執政 都是十幾年輪一次 那很可能保守黨要走路歷史 下一波再上來的時候可能是十幾年之後 但是不管怎麼樣大選的結果怎樣 那英國經濟基本上都是困難重重 大英帝國自從摔下來之後 因為他過去的專長在貿易 在殖民地的經營 所以他其實在產業上的競爭力並沒有超強 所以表示他的問題非常的多 那我們這邊來看一下他的一個特點 就是說你看 朱納克雖然之前他的支持率還有四十幾% 所以他雖然沒有過半 但是現在 掉好多 對 一百都已經算是好的 然後你看他的經濟政策 基本上我們說的他就是自由主義 對 然後 這個成果高通膨低成長好爛喔 非常差 連那個政府的財政都弄得非常糟 然後他們 然後另外你看到施凱爾 然後他提出的經濟政策就是刺激成長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極右派 極右派法拉吉 那現在是極右 他保護主義 這個就是歐洲現在最擔心的 就是所謂的極端的右派的興起 但是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另外一個重點就是 就是歐洲 英國在討論的時候跟法國跟其他國家不太一樣的事 脫歐 對 脫歐 或者脫歐之後的各種問題成為一個主角 所以你覺得這個英國的經濟接下來還是糟 不會改善 是的 是的 那我們從脫歐這邊來看就知道 就是說英國已經脫歐將近四年了 對 可是他們還在這個脫歐的這個米棗裡面 我們先看在脫歐的時候呢 因為保守黨裡面意見不定 一半的人支持脫歐 一半的人不支持 那現在新執政的這個斯凱爾的工黨 他們是要支持留在歐盟裡面 那極右派的當然是要脫歐 那留下來就是一堆 過去跟歐盟是自由貿易 現在有非常多的障礙 那這個障礙就是現在歐盟呢 姿態很高你要跟他談非常困難 那這個保守黨呢 他是隨機 他沒有一定要突破 但是這個斯凱爾的工黨上來的 他就是要解決這個貿易障礙 否則英國經濟難以突破 但是呢 歐盟這邊開的條件是 你要跟我消除貿易障礙 你先要讓年輕人 跟整個歐洲的勞工可以自由移動 那這個斯凱爾他們本來也是願意 就是說我開放歐洲的青年人跟勞工 來到英國 那很多東西可以談 但是後來蘇納克攻擊他 他又有一點搖擺了 那所以你這裡面看出來就是說 困難度基本上蠻大的 那我們總括說起來就是說 英國的選舉做大變動 可是他畢竟在政策上面 跟美國非常的接近 而且他主要是自由主義為主 雖然他遇到很多的困難 經濟也遇到很多的挑戰 但是整體來說 他對整個西方世界的衝擊 並沒有那麼大 因為他還是支持美國 他還是支持烏克蘭 他還是某種程度的 是反對這個 就是某種程度 或者很強程度的反對烏克蘭 所以對全球的衝擊 並沒有我們下一個要講的 法國那麼嚴重 所以是內部自己有問題 但對世界衝擊沒那麼大 下一個問題就很大了 一樣是有這個 執障倒台危機的法國 現在馬克宏 一樣人員很爛 很多人說他很心高氣 不妥協 拿破崙二世 討厭他氣得牙癢癢的 你說法國大危機正在興起中 是的 因為法國現在他最主要 他還是歐盟的兩大龍頭 一個是法國 另外一個是德國 德國比法國更搖擺 所以法國傳統上面 也是一個民主的重政 民主的重政 經濟的維護者 歐盟的維護者 可是你看到法國的情況是怎樣 先說一下 馬克宏七年前上台的時候 他是七年才俊 他是三十幾歲 充滿了希望 可是你可以看到 這一次六月初 歐洲議會的選舉 你就看到的是全球右派 特別是在歐洲 或者是美國也在興起 你看到的問題就是什麼 物價 貧窮增加 難民增加 移民增加 移民的難民 烏克蘭戰爭 至少湧入了800萬的難民 那敘利亞難民 非洲難民 本來就很嚴重 然後戰爭看起來 一直在擴大戰中 所以 作為龍頭的歐盟的領袖 然後他自己的表現怎樣 他自己的表現 也是非常的糟糕 那物價上漲 那成本非常的高 然後經濟也下滑 然後呢 所以呢 我們看看 就是說整個環境不好 他自己又不好 所以這次選舉 就變得非常重要 那我們剛剛已經提過 馬克宏本來是基於後腕 他是中間派 反映了 法國的共和精神 然後充滿了魅力跟雄心 然後呢 他呢 穩住了 法國跟西方的價值 組織了一個 中間派的聯盟 他自己的黨叫復興黨 他組織了一個中間派聯盟 來對抗 極右跟極左 所以法國跟英國又不一樣 他有極右也有極左 但是呢 他執政的成效不佳 那除了剛剛說 數字不好之外 那他的債務 債務跟預算次之 一直在上升 然後他執政這麼多年 他講得很好聽 反右又反左 但是實際上 大家發覺他個人的英雄主義太重 可能真正的扎實的中間的聯盟 並沒有真正 真正這個落實 另外呢 他在六月選完了之後呢 他就在隔天就決定要 要解散國會重選 所以他基本上在下一個豪賭 豪賭 因為他相信普遍的人民會支持他 另外一個就是他的對手 這個勒鵬 有可能在2027會成為下一任的總統 他覺得這時候就必須打 把他打下去 如果他這時候就已經氣氛這麼高漲 那2027的時候 整個法國的情勢呢 就會變得非常的複雜 好 那我們接下來看看他這個政黨的特色 首先呢 先看一下馬克宏 馬克宏呢基本上呢 他也是歐洲自由民主的發源地 所以他標版的也是自由經濟 可是他弄得很糟 就是高通膨高成本 然後稅收也很高 國家的財政非常糟糕 然後右派這個就是雷鵬 他有可能是2027年的總統 然後他扶植了28歲的帥哥 這次有可能是首相 然後你可以看到他極右 川普擁有的很多特性 他有他是保護主義 保護主義 那另外一個 法國還有極左的 就是遵從社會主義 法國社會主義一直都很鮮明 他叫新人民陣線 参促成軍 然後他打的標題就是 不屈法國 是非常的強硬 然後你看他得票率 剛剛已經說過相當的高 然後極左就是相信計畫經濟 然後呢 對猶太主義是非常的反猶太主義 很極端的 那我們接下來就看說 他對全世界 對 會有多大衝擊 會有多大的影響 對他自己 內部已經這麼分裂了 對 我們下一章看一下 待會再回樓 我們先看一下對法國的影響 所以就是這個禮拜天 結果就會出來 然後你可以看到就是 對法國來說 首次這個勒棚的極右派興起 那他會展多數 而且跟總理 不管他有沒有過半都有可能 然後另外一個 法國就要開始左右共治 那左右共治裡面 法國作為全歐盟的領頭羊 雖然馬克宏還是展有外交 但是他的在外交跟國際關係上面 他的決策就會非常的受到牽制 然後法國內部 有很多人講有三大危機 矛盾 衝突 動盪 耗損 這是法國 所以基本上是非常悲觀的 那對全世界呢 你看對烏克蘭 這個就跟川普說 他上台24小時要讓烏克蘭戰爭停止 所以他基本上就是反對 對烏克蘭的支持力度是下降 但是對俄羅斯卻充滿了友好 因為勒棚的父親 原來就跟俄羅斯的關係非常好 所以我們回頭看一下 上面那一章你看到 就是說勒棚他們 他們怎麼限制長程導彈 現在法國已經支援烏克蘭長程導彈 但是他要限制長程導彈的使用 另外一個反對派遣軍隊到衝突去 這跟歐盟的價值是抗衡的 是的 然後友善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邊就是 你可以看到歐盟的核心價值受損 因為勒棚是反歐盟 他至少反歐元 然後移歐派 所以歐盟將近30個國家 能不能關鍵的結合在一起 所以歐盟的危機非常的大 另外一個就是集團的對抗 你看到就是說 我們看到西方以美國為主 跟NATO為主的聯盟 目前看起來跟俄羅斯 中國 伊朗 北漢 是處在一個對抗 而且並沒有降溫 我們看我們的南海跟台灣海峽 就知道 但是如果你一旦對烏克蘭的支持力度下跌 對俄羅斯的支持上升 再配合整個歐洲右派的興起 右派興起之後都會多少倒向俄羅斯 那就表示兩個集團之間的對抗 對自由聯盟 對民主聯盟是一個比較悲觀的趨勢 對台灣也不是一個太好的訊號 所以你說這會是動盪對抗耗損 是的 感覺是一個深淵 是的 因為他們法國從法國大革命來講的 什麼自由平等 博愛 民主 有可能都受到威脅 可能在被推翻中 是的 我們密切關注下去 這個可能是一個很大的衛爆彈 是的 謝謝鄭老師 我們帶你來看一下 另外一個衛爆彈當然要談的是中國 中國現在股市那麼爛 大家錢不敢進股市 一直往債市湧入 50年這圈殖利率已經跌破新低了 這代表什麼樣的危機馬上再回來